一对双胞胎小兄妹迷路坐在庙前直哭,台中警方送他们回家,小兄妹拉着警察的手也紧紧拉着彼此的手。 中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正义派出所3月19日接获报案,中市于南区一庙宇内有两名迷失又同巡逻园级高正节,苏文奇到达现场15岁男童和妹妹神亲无助坐在庙宇台阶上。 现场民众表示这对小兄妹已在庙宇内停留许久,身旁义无亲人照顾,因天色已晚担心他们有危险才报警请求警察予以协助。 远景见两兄妹长相神似,经询问夏元为龙凤胎兄妹,妹妹见到警察到来便卸下心房大哭起来。 警察耐心安抚表示警察叔叔阿姨会陪着你不哭不哭。 经远景循序引导夏五岁的哥哥正定的告知警方父亲资讯带身份确认后远景便牵着小兄妹的的手返回派出所带父亲前来。 小兄妹一看见父亲抵达派出所后开心的直呼爸爸,爸爸你来接我们回去了。 林父亲表示,临时接到工作,只好到住家附近常去的庙宇向庙婆表示协助照料,待工作赶完即会立即赶回接小孩,或许是庙婆忘记林父的托付而先行离去,才让小兄妹哭坐庙宇内。 一对双胞胎小兄妹迷路坐庙前,台中警方协助找到家人,记者邮政声翻射,分享。 一对双胞胎小兄妹迷路坐庙前,台中警方协助找到家人,记者邮政声翻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